新頤育女是不少父母所渴望的事 要令幼儿在健康快乐的环境下成长 就需要良好的产前产后知识和辅导 有企业看好本地幼儿市场的潜力 早在80年代开设幼儿连锁珠门店 并且成功打入幼儿市场 为现今香港的业界创造新的市场机遇 香港机会处处能够打入市场的确是不容易 要有高度的洞察力和市场认知 在今天访问的嘉宾里面 他能够33年在市场上压立不倒 能够认真地清晰知道一个妈妈的真正需要 我们一起来看看 作为拥有多家婴儿用品珠门店的始创人 兼行政总裁尤金先生 本身由画画起家 但由于生活所迫而改行做生意 没有人想到他当时的一刻抉择 他改变往后的辉煌人生 尤先生 以我所知 你以前是一位艺术家 无论对雕塑或柔画 你都很有兴趣 为什么在你年轻的时候 突然间会有一个转化 想由一个艺术家 摇身一边 变回一个做生意的商人 其实我自己十八岁来香港 来香港之前 一直很喜欢很喜欢画画 当然是受过相当的专业的训练 来到之后有什么好做呢 你知道了 十八岁又不用攻广东画 然后又没什么其他技能 唯一是画画 自己曾经在香港一间很大的册犯社 做过几年打工 打工完后 就发觉 画画的是 没 esper 不如转过去平面设计 做一些和广告有关系的东西 我想这是为了生存 我想我自己就有一种性格 我也是最重要的 我一定有办法的存在 而且一定是做到第一 接著我們就做了很多行業 例如我們有出版、出雜誌、出圖書 接著我們有做聯修 還有我們有做一些大型的展覽會 當然現在網站都有 好了 所有行業 其實都是跟我們耀兒的義務沒有離開 都是跟孩子、他們的家庭、父母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想我這麼多年堅持 我一定要想辦法做得好 當然中間有很多固執的事情 其實每一個企業最頭痛的問題 就是怎樣令到品牌令到更多人知道 當然有錢的時候就花很多廣告費 但是在剛開始的時候 不是這麼大的資源和資金 游先生你最初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用什麼方法 令到更加多人知道你的品牌呢 其實你看到我們的生意 其實有一個生意鏈 怎樣生意鏈 你想一下 比如我們做嬰兒的生意 但是由出版去到零售去到批發去到展覽會去到網站 所有所有東西其實是一個鏈來的 比如好像展覽會 比如當時我們做出版 出版就知道 沒有什麼資本就很辛苦 一直喊一喊到 都不知道明天怎麼出糧 有什麼方法去推廣呢 我們就想不如這樣 我們搞一個展覽會 這個展覽會 我不自在賺不賺錢 我只是告訴別人 這個是展覽會是誰做的 是何法集團做的 我只是希望每個人 日來的人都知道 讀到何法集團 何法集團何法集團 由先生將藝術家的觸覺融入公司當中 令公司的文化能夠保持創新 我想問其實你對藝術品 究竟是一個以投資的眼光角度去收藏 還是完全對藝術是有一份執著 完全想擁有 其實這樣 封階段的 最初的階段 一定是對藝術的喜歡 很喜歡 想擁有它 我也試過 但是問題是 當你的作品的數量 一直增加到 沒有一個數量之後 你就不可以不考慮 是一個投資的問題 譬如好像現在 我們現時 我自己的收藏作品 包括油畫 中國畫 加上一些雕塑 都超過五百件 那變了 五百件我純粹是喜歡 我不管它 升大一點 其實是騙人的 所以我想 在我自己的收藏作品裡面 就會分到 我自己 願望是佔了七成左右 七成左右 就是喜歡的 但是三十多 一定是投資的 由先生 我看到你大部份的前線 都是偏向女性的多 那為什麼你會偏向 喜歡用女性 作為一些前線的職員 其實女性本身就是 其實那個市場比較大一點 還有女性比較敏銳 一些 做事都很細心 還有我們一小小 就不單是女性 我們還要盡量 找一些媽媽 媽媽 為什麼呢 因為媽媽 本身你知道 我們現在一間店 有200個品牌 有超過四萬種東西 假設是一個 完全對這個行業陌生的人 其實他需要很多很多時間 才可以熟習到我們的產品 你問我就未必吃完 沒錯 但假設是媽媽 她本身有這方面的經驗 她生一個寶寶 或者她是臭個寶寶 變成她對產品的把握 就會快很多 所以當然下職 我們不一定要找到媽媽 但現在我們盡量 找一些媽媽 回來幫我們忙 一件成功的畫作 不單只依靠畫家的畫工 也都需要畫家手上的工具來支持 正如經營生意一樣 如果沒有員工的體量和堅持 企業是不可能健康地成長 其實跟我老闆 就由一個老闆的關係 去到現在就好像一個長輩的關係 因為其實他除了在工作上 教了我很多東西之外 其實他會帶我出去 看到很多世界其他東西 我很記得他跟我說過 所有的機會 都是留待給有準備的人 雖然這些是很露身常談 但當他講完給我聽之後 我會跟自己說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留給自己一些機會 而他亦都會帶我出去 見很多公益事的東西 因為我老闆很喜歡做公益的東西 譬如他會探訪老人家 探訪小朋友 其他不同的低收入家庭 又或者他會跟我們去參加 一些慈善意賣 暴行 所以我在這裡做事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 我會知道很多這個世界的東西 不只是活在我自己工作範圍的東西 其實我當公司就好像第二個家 由我青年加入這間公司 直到現在中年 他就好像跟公司一同成長 游先生就好像我們的家長 對著我們這班的員工 就好像子女一樣看待 而且他是一個 很有人情味的老闆 對於一些不稱職的員工 他寧願不炒就不炒 盡量給他們機會去改善 至於在工作方面 他都給我們很大的工作自由 他不是一般中國人的老闆 事事都管住 在編輯方面 他給我們很大的編輯自主 給我們很多的發揮空間 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懂得權力下放的老闆 游先生每一個人的生意 都等於他人生的階段 游多可問一下 你有沒有一些比較難忘的事情 或者可能一些不開心 都幾難經歷的事情 最後能夠可以在這個波切上面 咬出來呢 其實對我來說 最大的打擊就是1994年 很多年前 對 當時和朋友一起接了一個工作 就是區域市政局 就是當時是新界 在荃灣那邊的一個運動場上 搞一個玩具嘉年華會 當時朋友說 接回來 幫幫忙 說好了 好了 但是那位朋友 就簡單扯著我 就把所有東西都揉 當然當時是比較年輕一點 沒有經驗 沒有經驗 還有對客瑜的東西 原子都不看 為什麼 因為那個客瑜 是要把所有東西都揉 變成最終的結局 就是我除了當時幫他做所有的東西 當然是叫一些攤位 做一些東西之餘 我需要多付400萬港幣 有兩層樓 對他 當然對我來說 簡直是 都不知道怎樣 你想想400萬 我去哪裏 去找400萬給他 當時我自己都 沒有精神 都不知道怎樣 當然好在 當時我太太 很支持我 他說 可以了 我們去想辦法 去踢到這條數 先 之後我們就盡量想方法 看看自己有什麼 可以抵押 可以去變賣 當時又沒有那麼多藝術品 當時又沒有藝術品 所以就沒有辦法 是吧 好在當時 亞港都很支持我們 就說 我們幫你搞點他 當時就 當時就說 跟亞港拿了錢 之後補了這條數 這件事就令到我 很大的教訓 我想那個教訓就是 當一個人做事 你需要很認真 還有就算你不認識 你也要學會 如何去面對所有的事 就不是說 我不認識 總之我過了骨算了 這樣就不行 我想這也是對我 一個很大的啟發 其實每一個企業 都是不斷地在市場上打仗 就好像一場競爭戰一樣 究竟下一場是怎樣的 在哪裡打 和誰打 你永遠不會知道 成功者永不放棄 放棄者永不成功 如果能夠拿著這個信念 我相信 你永遠都可以 在信譯境裡求全 今天的節目在這裡結束 多謝大家 什麼事都好 最主要是堅持 只要你堅持 你肯付出的話 一定有機會成功 最主要是你自己有夢想 有夢想就會有機會成功